大家好 我是蒙恩 刚刚让我上的时候 导演不让我上 着急死我了 然后你知道刚刚李丹讲 我们公司的Deadline是什么吗 我们公司的Deadline通常是这样的 李丹跟我说 蒙恩再喝一杯 我说不能喝了 再喝我就死了 然后今天这个 毕业也要在一起这个主题 我觉得真的很贴切 就是毕业也要在一起 我相信是很多大学情侣 毕业都发过的事 对吧 我和我大学女朋友当时也是这样的 毕业之前 我们毕业也要在一起 毕业一年之后我在KTV 那些人错过的大语 就是非常 非常的现实 而且毕业当时我在我们内蒙古 然后我去了一家本地的 婚庆公司去实习 去实习之后那边HR跟我说 我们是一家日子企业 我当时我觉得还挺幸运 我说那我用学日语吗 然后HR说不用 我的意思呢 我们是一家工资日节的企业 我就去那边了 上班第一天 我去看总经理的位置上 坐着我们公司的HR 我当时那个感觉是太小了吗 我当时很单纯 我说哎呀 这小公司升职就是快呀 昨天是HR 今天就能当总经理了 后来我发现 董事长也是他的事 我就懂事了 是吧 我们公司 我是二把手 我们的公司有多小呢 说简单一点 就是除了我这二把手之外 我们公司只有一个门把手 就在那么一个小公司 而且一千块钱的工资 日节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吗 就是我们老板为了给我发工资 每天要去小卖铺破钱去 然后就是每天下午买包烟 然后上来给我三十三块钱 我都感觉我不是他的那个员工 我就是他的零钱罐 后来呢 我就选择去北漂了 你知道在大城市那种感觉 怎么说呢 就是大城市的公司就是洋气啊 他们说那些 上班的时候 就会说一些那个中文里面 夹杂一些英语 对吧 而且那时候 我英语又不好 然后跟同事交流的时候 我也不好意思说 我听不懂他们的话 所以我每次跟他们交流的时候 我都是那种联蒙带猜的 我公司那时候是 我2017年去的北京 然后那一年 不是中国有嘻哈特别火吗 然后有一会儿 我老板就过来了 我正在工作呢 然后他跟我说 哎 摩恩 你有freestyle吗 我当时我还没看那个节目 我也不懂那个梗 然后他说 我也不好意思说 我听不懂我老板说什么 我就想糊弄过去 我说啊 我有呀 我刚刚还在这儿呢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个梗 但是呢 就中国有嘻哈 不仅燃起了我对嘻哈的兴趣 还燃起了我对英语的兴趣 别人看这节目的时候 我旁边都放着什么吃的呀 喝的什么的 我旁边放了一本牛津字典 上面看节目的 他们 哎呦 这是我的homie 我说哎呦 我什么是homie呢 啊 homie就是兄弟的意思呀 兄弟不是brother吗 而且我们的公司特别好 就是很正规嘛 他会给我交五险一金 我问说五险一金有什么用 老板说五险一金就是一个保障 就是是五年以后 交满之后 你就可以买房子了 我当时一个月的公积金是八百块钱 一年九千六 五年四万八 五年之后我去买房子 我得到一个保证 保证买不起 而且我的社保太少了 我都怕我的社保在银行里面设恐 是吧 他也太少了 就是人家的公积金都百八十万呢 就是什么 从银行被刷走的时候 就说再见 我去买学区房了 然后那个啊 再见 我去买三环的房子了 我从公积金房走一刷 再见 我去冲地铁卡去了 而且北漂之后的时候 我北漂的时候就分手了 分手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这辈子不会再爱了 真的 然后我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难受 我的朋友呢 就为了帮助我 他就领我去了夜店 我去夜店之后 我就看到那个舞池子里面 就有很多漂亮的女生在跳舞嘛 我就想起了一句诗 我当时就想 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啊 这真是 我一个梦走 就扎到舞池子里面 然后 然后我真的碰见一个女孩 跟我跳的 情投意合 我俩真的特别开心 然后她跟我说 你一会儿想去别的地方吗 我说好啊 走啊 然后她就领我走走 走到门口 然后她跟保安说 她没有手环 虽然她不过赶出来了 然后我还 真的很喜欢她 然后我就跟她说 虽然你对我不太友好 但是我希望你 以后别来这家店跳舞了 他们家的酒都是假的 喝多了会伤身体 然后那个女孩 就感觉就很沮丧 她就说 夜店都这样呀 那我还能怎么样 我去哪买到真酒啊 我说 不 买好酒 让苏宁一沟 我说 哈哈哈哈